2000年日本的朝日新聞社出版了一本非常奇葩的書 叫做《大妖怪展》 裡面披露了幾張非常震撼的照片 這些照片是來自日本大阪的瑞隆寺 收藏的龍、人魚和河童的標本 這在當時可以說是引發了巨大的轟動 台灣的一些電視媒體也相繼做了跟蹤報導 許多網絡論壇也大量轉載了這些神奇的照片 特別是這個龍的標本非常嚴重 但龍究竟是否真的存在呢? 虎哥之前花了四、五個視頻都在論證 龍在邏輯、文獻和考古上有存在的可能 但仍不能下定論 主要是因為缺少食物和化石的依據 而如果日本的瑞隆寺的這個龍標本是真的 基本上是可以肯定龍是真正存在的生物 但關鍵的問題是這個龍標本是真的嗎? 虎哥今天就要和朋友們一起來考證一方 打開老洞、天馬星空 大家好,我是虎哥 首先我們來澄清一個事實 那就是這個故事的主角瑞隆寺 是在日本大阪市壽爛區 這個寺廟是由日本著名的僧人鐵眼道光 在1670年穿建 所以也叫鐵眼寺 這個寺廟在二戰時被美國戰機徹底摧毀 之後在原址上進行了重建 基本上是乾淨水泥為主的新結構 所以名氣也大打折扣 之所以要做這個區分是因為在網路上有很多 不負責任的媒體人直接渾水墨魚 將這個大阪的瑞隆寺等同於日本富山縣的瑞隆寺 除變傻的直接拿來就用 也不管是真是假 其實這兩者雖然名字一樣 但地位是天然之別 後者是日本政府清訂的國寶級寺廟 主要是它精湛的木雕技術 一看就很高級的樣子 隨便從寺廟門上扒一塊木頭下來 都是日本國寶級的文物 而今天我們的故事主角 大阪瑞隆寺就是比較了色一點 雖然在古代也曾顯赫一石 但由於二戰時被美軍炸毀 寺廟規模也比較小 所以其知名度遠遠低於富山縣的瑞隆寺 好了,話不多說 我們現在就進入今天的正題 網路上關於瑞隆寺真龍標本的說法比較混亂 谷歌為大家梳理出兩個比較重要的版本 第一種說法是在中國明朝家境年間 東南沿海的漁民捕獲了一隻幼龍 可惜龍離開水之後就死了 漁民本想把這個龍獻給擔船的皇帝 但好生生的一條龍被你給弄死了 皇帝自稱是真龍天子 那還不將你直接給咔嚓了 於是這個漁民就秘密地 將這條龍的屍體賣給了日本的商人 日本商人又轉賣給了當時日本最著名的收藏家 萬代烏騰明衛 後來這個人就在天河二年 將龍標本捐給了大阪瑞隆寺 另一種說法更為流行 也更為詳實 說的是在中國清朝關稅四年 也就是日本明治十一年 中國福建沿海的一群漁民 像晚上一樣出海捕魚 但在半碗收碗時 突然發現這漁碗中有一條掙扎的幼龍 龍離開水之後就奄奄一息 可恨的是這些漁民非但沒有試圖救治那條龍 反而直接拿起一個木棍 將這條龍一棍子打暈 然後鑽進了布袋 當時的港口有很多來往於琉球和福建的日本走私殺人 於是用高架將此龍買下並帶回了日本 獻給了當時的民族將軍 將軍對真龍是非常喜歡 但沒過多久便突發怪病一密嗚呼了 很多人覺得正是這條龍的靈魂在作水 於是為了讓靈魂安息 人們將真龍製成了標本 在天河二年九月獻給了當時大阪市的瑞隆寺 這個瑞隆寺一面感謝 一面請人用金粉刷遍了龍身 共風了起來 這兩個故事雖然描述的年代相差兩三百年 裡面的一些細節也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 但整體情節是一致的 那就是這條真龍是來自中國 然後流入了日本 被收藏在日本大阪的瑞隆寺 很多網友就吐槽了 談談的一條龍怎麼輕易就被這個漁民打暈了 這個龍也太慫了吧 其實看過我之前龍系列的朋友就知道 這龍離開了水就啥也不是了 就比如虎哥之前講過的那個 遼寧營口的墜龍 因為沒有了水就趴在地上 軟綿無力根本就起不來 只要在這時候一棍子打過去 估計也得一命無虎啊 這就是所謂的虎落平安被捲漆吧 另外一個質疑就是 在1945年 美國轟炸機在大阪丟下了足足1700噸的燃燒彈 短短幾個月就遭受了6次大規模的轟炸 別說這個瑞隆寺了 就是整個大阪市都快變成了一片廢墟啊 史料也記載啊 瑞隆寺的確在當時就被徹底摧毀過 如今是新造的 那麼這些寶貴的龍標本為何能夠完好無損呢? 這個質疑其實是可以比較合理的解釋的 那就是寺廟可能提前收到了情報 然後提前將龍標本轉移到了安全的地方 這種文物轉移在戰爭期間是很正常的 不然中國大量的珍寶 早就在日本侵華時化為了一片烏有啊 但這個故事依然有兩個比較疑惑的地方 一是時間上情侯矛盾 網上大多流傳的內容都是比較隨意 說這龍標本是在明治年間從中國買來的 然後在天河年間捐給了瑞隆寺 這時間上就出現了很大的偏差 很多網友就說這故事也太假了吧 犯了如此弱智的錯誤 虎哥是比較寬容的 更願意認為這可能是故事在流傳中出現的偏差 因為就一些資料來看 天河二年捐獻的應該是合同標本而非農標本 但另一個可疑的點就是 中國人對農是非常重視、非常崇拜的 但凡有建農的記載都是當作大新聞來報導的 不管是正史還是野史還是地方限制 居然都沒有任何相關的記載 反倒是在日本故事中流傳開來 這也或許有點奇怪了吧 現在我們來談論今天的核心問題 我們想想這個龍標本從哪裡來的 並非那麼重要 畢竟年代久遠 故事傳來傳去難免會有些誇張甚至矛盾的地方 關鍵是這個坦在瑞隆寺的龍標本本身 究竟是不是真的呢? 我們再來仔細看看這叫龍標本的圖片 瑞隆寺裡的這個龍標本個頭是非常小 大約在一米左右 頭上不僅有腳 而且是那種分叉的雞腳 嘴邊還有長須 眼型突出而且巨大 嘴部張開就可以看到蜂蜜的牙齒 長長的身子富有鳞片 因為經過了反腐處理 全身也刷上了金漆 所以看不出皮膚原來的顏色了 整體來看除了個頭小了點之外 整體形象倒是和我們傳說中的龍也差不多了 大概是條還未成熟的右龍 很多網友質疑這個龍的龍爪 朋友們來仔細看看這個龍標本的爪子 數來數去也只有三個爪 而似乎中國的龍形象都是五爪的 五爪鏡龍嘛 所以很多人就斷定這個圖片是假的 因為這條龍是從中國來的 卻只有三爪不符合規定 其實對於這一點 朋友們大可不必太交真 因為中國傳說中的真龍 並非一個樣式的 三爪、四爪、五爪的都有 在元朝以前 特別是在漢代和唐代的龍 圖畫和史料大都以三爪為主 到了明朝才流行四爪和五爪龍 到了清朝基本上是以五爪為主了 而且這種五爪龍是清朝皇帝專用的 周邊的琉球、朝鮮是四爪龍 而日本布丹的龍是三爪龍 所以要從瑞龍寺這個龍標本的 腳趾數目來判斷真假的話 未免有些難以服重啊 畢竟誰都沒見過真龍 你咋知道龍就一定是五爪呢? 更何況這歷史資料中的確有大量三爪龍的記載 另外一個質疑就比較有說服力了 在英國的伯克斯頓博物館 收藏了這麼一個人魚標本 怎麼樣?有點恐怖吧? 感覺我們想象中的性感美人魚 非常的不同啊 據說這個人魚標本是19世紀中期 由英國善人在日本九州地區購買並收藏的 後來將它捐給了博物館 後來這個博物館對這個人魚標本 進行了X官的測描 結果驚奇地發現 這個人魚標本在X官下長了這副模樣 大家來瞧瞧 那些細長的白條不是肋骨 而是一根根…對…鐵絲 而這張圖裡面可以清晰地看到 人魚的身體和尾部根本就是拼借而成的 所以這個科學檢測告訴我們 這個來自日本的人魚標本 其實…是假的 原來在江戶時代 日本流行各種妖怪文化 為了博取眼球 有些人甚至無中生有 直接造出各種妖怪來 河童不是在日本很火嗎? OK,我們就製造一個河童 讓大家來瞧瞧 於是就有人將彌猴和魚的幹尸 通過鐵絲或者針線 將其拼合在一起 然後在裡面填充一些乾草之類的東西 曬乾之後 叮叮叮叮就有了新鮮出爐的河童標本 直到現在 這種工藝還在日本的很多地方保留著 比如在2017年 日本千葉縣的一個民俗博物館裡 就舉辦了這麼一個特殊的人魚標本展覽會 還公然地告訴大家如何製作人魚標本 不得不說這個質疑是很有力的 因為至少在工藝水平和文化清理上 日本人不僅有能力製造出各種人魚合同標本 而且製造這種假標本 對很多日本民眾來說似乎也是很尋常的事 既然這樣製造個龍標本也就小菜一碟了嘛 所以龍標本是假的 谷歌很贊同這個質疑 但為了更嚴格的考證 我們必須要意識到 這個質疑在邏輯上仍是存在問題的 從邏輯上來講 我們還不能就因為 人魚標本和合同標本都已經被證明是假的 所以這個龍標本也必然是假 首先在日本 目前還沒有龍標本被證明造假的案例 另外我們也不排除一種可能 那就是雖然在日本龍標本造假是比較容易的 但我們瑞龍寺收藏的 偏偏就是唯一一個真實的龍標本 畢竟我們不能因為市面上有很多造假的LV包 就直接說LV包全是假的吧 所以要從科學上證實這個龍標本的真假 大概只有一條路 那就是讓它用現代儀器檢測一下 比如說可以將它放在X光下照一下 看看內容究竟是不是有拼合而成的 另外現在這個DNA的技術這麼先進 如果將瑞龍寺的龍標本取出少量DNA 來鑑定和比對 如果在現存的基因庫裡長不到 就基本上可以確定它真的是一種未知的生物 這種龍標本就是真正的龍 而也可以斷定龍是一種真正存在的生物 不過目前來看這條路已經被堵死了 因為瑞龍寺方面已經明確地表示 不會將這個龍標本弄到外面去做理化堅定 寺廟住持給的理由就是 這個龍標本乃是正四之寶 他們不願意冒犯聖物 現在這個龍標本已經被藏了起來 不再對外展出了 小伙伴們如果想去寺廟看真實的龍標本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了 有些網友就說 這是瑞龍寺作賊心虛 知道自己的東西是假貨 為了掩蓋真相 故意製造出一些神秘感 來吸引遊客增加收入 當然網友們的懷疑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不過在一切還沒有明鳥之前 虎哥還是一怪的立場 那就是更願意多一些善意的理解 對很多人來說 這是一個純粹的科學問題 龍存在或者不存在 只有一個答案 只要科學測定一下 就能真相大白 不過對於另外一些人來說 龍是否存在已經不是一個簡單的科學問題了 龍的存在已否已經關乎到他們的信仰 維繫著他們的精神信念 所以龍究竟從不存在呢? 這依然是個很吊詭的問題 虎哥也將做更多的龍系列視頻來講解 而在今天的這個故事中 科學家有科學家對真理的堅持 寺廟也有寺廟對龍的信仰 在真理和信仰之間 朋友如果是你的話 你會做何選擇呢? 歡迎在留言區討論 也謝謝朋友們的觀看 虎哥也將繼續講好 每一個荒誕離奇的故事 歡迎訂閱支持我們下期 無見不散